父母眼里 我是一个罪人 我犯下的滔天大罪事 我已经31岁了 可是我还没有结婚 可是我还没有结婚 他们每天都在动员 所有亲戚朋友 给我介绍对象 如果我不见 那后果很严重 你说 你撒号尿照着自己 都长成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资格跳 女人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这个言语攻击就算了 我爸还会专程骑着车来 来揍我 如果去见了 刚见面 就催我赶紧结婚 跟一个女孩 刚认识三个小时就结婚 我是脑子有病 一见就要结 这应该是他爸讲的 你找对象 不用你喜欢 我们满意就可以 我喜欢就行 对 我的父母就像两座大山一样 时刻压着我 有的时候 我都真的想跳湖一死了之 我该怎么面对他们 这就是我的苦难 哇 这个性的内容 就到了我的专业领域了 20年专业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 找对象 我大概在我们那节目 我们那节目六七年了 就是各种逼婚的事 我听了好多人间悲剧 这小伙子在后边 应该已经泪流成河 我们快把他叫出来看一看 公爷爷光芒舞啊 走吧 结婚 这没问题了嘛 他有问题就是你 他爹妈看到像你这样的 还不如不解呢 过来过来过来 这一看也是个老实孩子 一看就是被爹妈欺负的样子 那要打个招呼 你叫什么 我是来自陕西咸阳 李星林 31岁了 31 有过几个女朋友啊 我谈过三次恋爱 谈过三次恋爱 正常 正常 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对对对对 小李啊 那个爹娘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逼婚 我早上还没起来 我妈先给我打个电话 说打电话 这哪个亲戚介绍的对象 问我见了没见 没见你赶快见 见了啥情况 完了中午 打完以后下午我妈打 打完以后晚上又接着我爸打 一天我接三五个电话 这很正常 那也没有到 就是猛 夺命年号抠也还好吗 很多爸妈都夺命年号抠了 这是最轻的 最轻的 大致统计一下 他们给你发了多少姑娘给你看的 我见面应该有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一百多个里边 见了有三五年 长得都很难看 还是也有能看 反正因为我见得多 那就是一般的也有长得好的 那长得好的 你干嘛不跟人交往呢 也联系了一段时间 可能发现性格呀 或者讲话呀 感觉不合适 那你应该跟你爸妈说 我尽力了 他不满意 那就没办法 那